大家好,我是小杨老师 这个课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模型怎么去做啊 这个圆形打孔啊,这个问题问的啊 就是说在这个球上打这么一个圆孔啊 这里呢我们用这个box球形化来作为起形的这个结构啊 我们创建一个长方体 然后给它一个200乘200乘200啊 然后6乘6乘6啊 给它一个正方形的这样的一个细分 好,坐标呢我们给它恢复到中间 然后直接给它添加一个球形化修改器 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球体呢 各个方面啊,都是这个差不多可以调整成均匀的这个布线啊 不像经纬球啊,会有两边的一个汇聚 好,这个球体做好了之后 我们转成左边形,切换到左式图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啊 其实就相当于抠掉了八分之一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 嗯,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可以手动的去调整它的这个 啊,不是八分之一啊,四分之一的结构啊 四分之一的这个这个位置 主要是保证这块这个循环线啊 这个圆润啊 嗯,我们选上这个边 然后沿着这个锁定在边上 然后给它打平啊 锁定边上打平之后呢 它尽量会保证这个点还在这个球上面啊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位置的边都给它打平一下 应该是Y轴上啊 然后这个呢是Z轴 调整一下布线啊 然后呢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点的位置啊 这点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约束到面上也可以不约束 因为我们还没塌陷掉这个球啊 所以也就是没有把这个面删除 所以我们现在即使不约束到面上 用无的情况下 它不在这个球面上 我们后面也可以球形化啊 那么大家注意看 我现在要调整的这个节点的这个位置的效果呢 就更多的是让它这个位置布线过度更加圆润一些 我实际上要删掉的这个面是这个位置的这个这个面啊 这块是中线 这块呢是错后一个位啊 多一点 主要是保证这个地方的这个线的结构啊 过度的均匀舒畅啊 好 然后都是这个四边面啊 在这个结构上调整 好 调整好了之后啊 我们看这样调完之后 会有一点点感觉这个点线不在这个上面呢 对吧 虽然我们约束到这个面上 我们直接给它重新添加一个球形化 那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位置的点的这个变化啊 这个做好了之后右键将它转换成为可边级左边形啊 然后仍然是到左式图选上这个球体 我们看一下它本身应该是一个压扁的一个碗状的这么一个结构啊 所以我们整体给它压扁 压扁之后回到面层级 把不想要的位置选中 直接delay的删除啊 大家看这个结构就出来了 这结构就出来了 这结构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点再稍微调整一下啊 这个过度的再均匀一点 再圆润一些 约束到边上啊 把这个点稍微再往前挪一下 然后往两边 适当的缩放 补位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结构调整好之后 我们直接给它加上一个壳修改器 啊 向内 看看想要多厚啊 根据这个碗边的这个厚度来调整一下 这里我们给个4左右 好 做好它之后呢 呃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圆是往外凸起的啊 碗圆是往外凸起的 所以在这呢 右键我们将它转换成为可边移度边形 选上侧面的这个边 点一下环形 啊 按着Ctrl转到面层级 然后给它一个挤出 基于局部发现方向 调整挤出的这个 这个距离 稍微小一点啊 我们也就给个4左右 好 然后这个挤出呢 到了侧面的时候有点往外啊 我们 沿着X轴稍微往里收一点点 好 其他方向不用调整 那么做好这个之后 我们再选上侧面的这个边啊 点一下环形 然后按着Ctrl转到面层级 把这个面往外挤出一些 啊 这个时候就挤的很小了啊 给个1左右 啊 有这个沿的感觉就行了 啊 然后里边的这个线会对塑形的时候产生影响 我们把这一圈线选中 按着Ctrl点击移除啊 好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添加温轮平滑观看一下我们这个碗的这个结构啊 那大家看 这个带着边缘挑颜啊 然后 形成这么一个孤的结构就出来了 啊 好 这个结构出来了之后 嗯 我们去做这个耳朵和旁边的这个结构 啊 嗯 这里呢 我们 我们先添加一次温轮平滑 变代 好 也就是增加一次细分啊 但是这个细分呢 我我们后边如果去渲染结构结构线的话 呃 这个细分就太密了啊 所以 我们在塌陷之前 先这个 保留一下 啊 保留一个这个结构 好 然后把这个原始的这个右键转换成为可编辑多编形啊 转换完成之后我们将这条中线选中 内外呢给它呃分割一下 然后删掉一半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选择正常耳朵上的面啊 注意这个是中线啊 挪过来之后 我们差不多选这样的三个面啊 呃 到这儿 差不多太多吧 啊 差不多太多啊 啊 中线往上的地方啊 作为耳朵 这边呢是中线往下的这个地方呢 做做这个 呃 肩膀啊 理论上来说 它俩应该在同一条线上啊 但是如果 把它做到这么低的话呢 回头看起来可能不舒服啊 好 选择挤出 挤出直为零 确定啊 然后顶视图 直接把这个手 把这个耳朵拖拽到 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 呃 沿着歪轴给它打平 啊 打平完成之后 手动的去处理这个耳朵的结构造型 啊 中间 加上一条边 然后调整这个耳朵的这个位置 好啊 它这个还是比较直的啊 那我们不用调的这个取图太大啊 好 然后中间有凹穴啊 呃 我们前后 再给它加上一条边啊 加上这条边之后呢 里边的这个范围 我们调的稍微大一些啊 啊 就是针对于这个圆形结构 看一下啊 应该再往上一点 好 然后选上内部的这三个面 向内挤出啊 或者是倒角 向下 然后稍微收缩一些啊 然后底下的这个面 也适当的往下沉一些啊 OK 添加温轮平滑看一下 哎 这个耳朵就长出来了啊 好 接下来是旁边的这个手臂 把手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转到测试图 呃 这个地方是平的 然后是从嘴边上开始 到中间差不多一半啊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是从这个面开始啊 主要是调整外部的这个结构线啊 让它先对接上 然后 嘴边上 差不多到这个吧 到这个点 这些点沿着Z轴打平啊 注意约束到边上啊 沿着Z轴打平 然后这个点也是 Z轴打平啊 好 然后 然后依次的给它位置 对齐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了五个横平数值的这个面啊 啊 选上这个面啊 啊 这是我们调过的 也是点击挤出 数值为零 然后 横向的给它拖拽出来 啊 给它 X轴打平啊 好 打平之后 啊 再挤出一下 拖拽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有这个 有点可以调整了啊 手动的把它拽出这个形来 如果有这个 有平面做参考 当然是效果会更好啊 没有的话呢 就自己手动的去根据这个比例啊 或者是想要的这个效果来调就可以了 尽量让这十个面均匀一些 线呢 流畅一点啊 好 把头了的这五个面呢 稍微给它压扁一点 好 再收缩一些 好 添加涡轮平滑看一下 嗯 看不太多吧 这个厚度啊 但是转角衔接的位置 人家是硬边啊 所以这块的这个线形呢 我们得嗯 切一下啊 好 给一个切角 啊 差不多 0.5 好 添加涡轮平滑看一下 OK啊 硬边有了 软边有了啊 这个像长出来的这个像切出来的啊 好 做好它之后我们把它镜像回去 摆个字录确定啊 然后把他俩结合到一起 全选开放边也就是中间的这个点啊 按着Ctrl转到点层级往中间缩放一下之后焊接168应该是焊接完是84啊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看原始的这个模型这块还有个牙啊 那我们把这个牙也做一下子 呃 内部到底是怎么衔接的 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就从这个嘴唇这个位置 嗯 嗯 这四个面吧 啊 给他们挤出一下啊 挤出完之后 目标点焊接把后边的这个点给他焊回去 啊 好 然后这两个面给他们呃直接挤出 顶时图啊 根据想要的门牙的这个长度大小 调整一下 好 而你要是想做更多的这个细节呢 那这个地方就你就再多一个呃线啊 加上一圈线之后 这样的话 这两个边可以稍微往里收缩一下 形成那个牙往里收缩的这个效果啊 然后 嗯 扁一点 好 中间呢 这是有一个缝呢啊 那我们把这个缝隙 啊 不能双击啊 手动的 选中这个牙中间的这几个线 嗯 这个就我就不选了啊 好 然后直接给他一个挤出 负 一 啊 然后这块给个0.5 这个缝我觉得应该够用了啊 确定啊 里边的 先添加涡轮平滑看一下这个 呃 牙缝够不够啊 应该是OK的啊 如果觉得不够的话 那我们 给他挤的再深一点啊 嗯 挤出 负一不够 负二 好 就会看一下啊 这个回忆这缝肯定是够了啊 好 够了的话呢 处理一下这个固线啊 嗯 嗯 这也直接目标点焊接焊过来 这一次边面啊 直接把这个移除 添加涡轮平滑看一下啊 哎 这样他就 过度均匀了啊 然后是内部的这个结构 嗯 也是目标点焊接 把这个 焊到这儿 然后中间这儿啊 这个我们就直接留两个三角面的了啊 好 这个门牙就做好了啊 门牙做好了之后 呃 上面这个眼睛和鼻子 按现在的这个布线的还是不太好处理啊 好 那我们就再复制一个啊 刚才已经复制一个了啊 把复制的这个直接移开 啊 再复制一个 好 这两个隐藏 把这个再迭代一次啊 这样的话呢 就有足够的这个细分了啊 啊 啊 那么鼻子这一块 嗯 嗯 看一下 差不多吧 啊 这个位置 好 我们给它换一个颜色 便于后边选择 啊 然后把这个点约束到边上 这两个点往里收缩一下 然后往上移动一点 啊 保证它的这个圆润程度 啊 好 然后把这个面 给它挤出一下 挤出值不用太高啊 给个衣服 这样的话呢 我们添加温轮平滑看一下啊 这个鼻子就出来了啊 鼻子出来之后呢 觉得还是有点 太宽了 下边这啊 那我们回到这个面层级 把这几个 选中 往中间缩放一下啊 改成无 好 这个就OK了啊 嗯 然后 嗯 嗯 眼睛的这个位置 在耳朵的正对的这个地方啊 我们选上一个点啊 就五边形正对的过来 往外扩展一圈啊 这个差不多啊 这个面选中之后 这个面选中之后 Delete删除 然后呢 给它 封个口 封完口之后 选上这两面 直接石墨工具 几何多边形啊 变成圆的 这个面得转一下啊 举步 发现的方向啊 转正一点 好 然后这个也是给一个材质 也是挤出一下 然后向内插入 抬线 好 添加温轮平滑 看一下啊 这样的话 眼睛和鼻子也就都有了啊 这个时候你再再迭代一次 它就更圆润一些啊 只是这个线 就会变得非常密啊 相当于迭代了四次 嗯 反正这个模型 那我们就做好了啊 像这种地方 你不靠这个 嗯 模型做 靠贴图做 也可以啊 自己展一下就行啊 好 那我们 就看看 这个 嗯 这整个这个模型的一个变化 啊 OK 啊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要讲到这里 啊